你知道在胡哥饰演的古装剧中 哪个角色最经典吗 从行侠仗义的李逍遥 到天资聪慧的梅长苏 胡哥满足了我们对仙侠剧的所有幻想 为此我盘点出十个角色 看看哪样的胡哥才是你心中的白月光 第十 仙剑三 景天 仙剑三可谓是一部经典之作 曾经我一度以为它是仙侠剧的开始 但没想到竟然是这个领域的巅峰 当年这部剧一经播出就深得观众喜爱 并且里面的主演各个都是红遍大江南北 这样的阵容恐怕今后都很难再见到了吧 不过有一点我要强调 仙剑是专属于胡哥的 毕竟无胡哥不仙剑 当那个俏皮可爱的景天出现在我们面前时 他的举手投足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都传达着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那就是只有胡哥才能将景天演绎得如此完美 总的来说 胡哥的景天不仅仅是我们所期待的景天 更是至今都无法超越的存在 第九 射雕英雄传 郭靖 射雕英雄传的剧情自然不用多说 主要来看看胡哥饰演的郭靖 这部剧刚播出后 观众的反应并不尽如人意 甚至出现了辣眼睛 眼尽浮夸 用力过猛等词语 来形容胡哥的表演 其次 还有观众觉得 这部剧看起来更像是一部古代偶像剧 而不是传统的武侠剧 但是我想说 这才是胡哥呀 搞怪浮夸是他的特点 颜值在线更是他的杀手剪 或许这样的郭靖 才更值得我们去欣赏和喜爱 第八 新聊斋致意 宁采臣 说到宁采臣 相信很多人心中 第一想到的就是哥哥 张国荣 不得不承认 张国荣版的宁采臣 确实深入人心 以至于现在 仍然被影迷视为经典 但在05年 某公司翻拍的新剧 新聊斋致意 上映不久就赢得一致好评 其中宁采臣这一角 正是由胡哥来饰演 剧中的胡哥不仅完美展现了 宁采臣温润如玉的气质 而且有时还呈现出呆萌的一面 这样的胡哥看起来还真是可爱 因此宁采臣这个角色 也深受大众喜爱 第七 狼牙榜 梅长苏 狼牙榜是胡哥在众多古装剧中 因此杰出演绎 这部剧之所以备受瞩目 主要得益于胡哥凭借梅长苏一角 赢得了白玉蓝奖师弟荣誉 我觉得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演技的高度认可 也证明了梅长苏这个角色 在观众心中的深刻印象 其次 梅长苏的人生经历 梅长苏是个病秧子 最终战死沙场 为整个故事画上了一抹悲情的句号 第六 风中奇缘 莫寻 胡哥不仅有着令人陶醉的忧郁王子气质 身上还总是散发一种 不同寻常的贵族魅力 重点是 他还能将个人气质 巧妙的融入到剧中角色 风中奇缘的莫寻就是这样 看上去眉目清朗 温润如玉 几乎满足了观众对古代公子的所有想象 普德布说 胡哥不会是古装美男 无论是饰演霸气冷军的角色 还是温文尔雅的角色 他都能驾驭得住 第五 薛元剑 宇文拓 剑痴 在这部电视剧中 胡哥以一人分饰两绝的出色表现 吸引了众多观众 甚至很多人都觉得他才是主角 当他扮演宇文拓时 他的造型轻轻利落 一身黑衣使他看上去既冷军又霸气 这个角色与他以往的江湖侠客形象 形成鲜明对比 毕竟这是一位略带邪气的形象 不过这也让粉丝看到了 他帅气的另一面 至于剑痴 他是宇文拓的另一种人格 这个角色与以往的角色形象相似 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 在剧中 剑痴还时不时展现出幽默搞笑的一面 这样的胡哥很难让人不爱 第四 少年杨家将杨延昭 这部电视剧可谓是精彩绝伦 不仅演员们的颜值高 故事剧情也扣人心弦 就是里面的内容有些悲凉 尤其是杨家七兄弟奔赴战场 只有杨延昭一人而归 这点着实让整个故事更显沉痛 杨延昭是由胡哥来饰演 他在这部剧中的造型与颜值 其实不熟仙剑衣中的李逍遥 他一身盔甲 仙衣怒马 鹦鹉帅气的模样 让人为之惊艳 他的刘海造型和仙剑衣中的比较相似 少了一分江湖气息 多了一分鹦鹉风范 第三 神话 一小川 这是一部穿越剧 也是胡哥在不幸遭遇事故导致毁容后 又经历整容拍摄的一部作品 这次意外给他的心理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使得他在演艺生涯的一段时间里 失去了以往的自信 所以每当在拍摄这部剧时 他都想遮住右眼角的疤痕 因此在多套造型中 胡哥最钟爱那套带有刘海的造型 尽管那段时间 胡哥的自信似乎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其实他的颜值依然保持在线 除了比以前瘦点之外 基本上变化不大 第二 天外非仙 童远 尽管这部剧已经播出十几年 但其中的故事情节 却依旧让大家历历在目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 凡人童远与七仙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在剧情的前半部分 我只能用后田来形容里面的剧情 可到了后半部分 那真的是虐得我们肝肠寸断 在这部剧中 由胡哥出演的童远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个时候的胡哥正值颜值巅峰 整个人就是一纯红齿白的美少年 可以说非常符合童远这个人物形象 即便在剧中的造型不咋地 但胡哥的颜值却依然让人惊艳 第一 仙剑一 李逍遥 我相信《仙剑奇侠传》系列 永远是大家心中 无法超越的经典和回忆 这里的每个角色都让人难以忘怀 每个人都是那么的立体饱满 仿佛带领我们去历经他们的人生 尤其是由胡哥饰演的李逍遥 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 是他开创了中国古仙侠剧的先河 李逍遥这个角色 似乎就是为胡哥量身定制的 那时候才二十岁出头 即便在剧中只是简单穿着搓不衣 梳着一个随意的发型 都可迷倒万千美少女 并且胡哥曾一度坦言 他在拍完《仙剑一》的几年后 自己仍然无法摆脱李逍遥这个角色的影响 可见他对这个人物有多么用心 当然 这种难以忘怀的感觉 不仅仅局限于胡哥自己 我们同样也深深沉醉在那个李逍遥的世界里 这是一段我们无法抹去的记忆 也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